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飞食车 我是陈乐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辆比亚迪的Song Max 相信这辆车大家都很熟悉了 而我们今天拿的这个版本是它的DM版本 也就是说它的混动版本车型 也是在前不久这辆车刚刚公布了它的售价 售价区间是14.99万到19.69万这个价格区间 那么今天我们就还是按照老惯例 先从它的优点开始聊起 第一个优点就是这辆车动力的感受 之前在试驾燃油版Song Max的时候 就说过它的变速箱结合的速度比较慢 而且它动力输出的时候 有一种懒洋洋的这种感觉 输出的不是特别顺畅 但是这辆车上完全把这两点全都解决了 因为电动机的加持 所以说它的加速是非常迅速的 它的反应是非常迅猛的 整体的加速非常能够令人满意 第二个优点就是这辆车 即便在低电量的状态下 也能够保证不错的动力输出 以及一个出色的油耗表现 那么这就得益于它的整个混动逻辑 相比之前的比亚迪是有所改变了 它现在的逻辑是 时刻让发动机带动发电机 来保证你的电池里的剩余电量 能够维持在15%左右的这么一个数值 来保证你的加速以及油耗的表现 我觉得这一点改变是相比之前比亚迪车型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这种感受是非常好的 第三个优点 我就要说一些它比较招人喜欢的小细节了 首先第一点 在之前我试驾燃油版Song Max的时候就说过 它的这个一键升窗升到最后会有一个缓升的小细节 这个非常有质感 另外就是它跟它的大哥Song啊 唐啊等等都一样了 一个中间的这个可以旋转的屏幕 就是一个安卓的Pad非常好用 不管从它的反应速度还是显示效果来说 都是非常出色的 另外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呢 就是它虽然大多数功能都集成在了这块屏幕里 但是它的空调有三个功能 是有实体按键在挡霸旁边 这一点是非常方便的 有空调自动 有空调风量的开关和吹前锋挡的模式 有三个实体按键 我觉得这一点在日常使用上是非常便捷的 第一个缺点呢 我觉得就是这辆车整体的人机工程学设计还没有做到完美 虽然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身高体重是特体的原因 但是我坐在这确实是很难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 姿势 虽然它的放盘支持四项调节 但是你看除了离我远和离我更远之外 我觉得调不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靠背的角度 我觉得可以做的稍微上部对肩部承托可以再好一些 因为整体现在躺在这儿 肩部是完全感觉空着的 所以说整体的人机工程学设计还值得再优化一下 这辆车的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它的发动机在发力的时候 也就是说负载的时候呢 它的整个抖动震动是比较明显的 能够传递到方向盘上 传递到油门踏板上 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优化的 能够提升更多的档次感 最后呢又到了推荐的时间 其实这辆车呢 我主要推荐给那些 这辆车可以上新能源牌照地区的朋友们 另外呢就是对于自己家充电比较方便 可以短途通勤 就直接使用纯电的那些朋友 我觉得这辆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最终如果您看中了这辆车 我个人比较推荐16.29万的一款配置 整体的性价比和它的配置分布是比较合理的 OK那这一期的微视车 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有什么更多的问题和建议 欢迎到微博来找我 我是陈乐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